养套杀一个关键就这个字 这个字是念种还是念种 其实过去呢 台湾的凤梨品 我们的农产品水果品质都很好 因为是台湾种的 现在呢当中国的消费者 他了解了哦 这个台湾种的 台湾种的凤梨种的 凤梨啊特别好吃 然后呢他现在呢拿到海南岛去种 现在不能叫台湾种的啊 叫台湾种的啊 所以呢一个是种 一个是种 养套杀的本质就是 本来我们他们那边消费 使用的台湾的农产品水果 是在台湾种的 他学了你的技术之后 他把种呢拿到海南岛 因为海南岛的气候跟台湾很接近 土地又大人工又便宜 然后呢是台湾种的 台湾比如说我们的金钻凤梨 那他卖给中国的消费者 他向上也是什么 台湾种还是台湾种 这个就差很大 那我要说的是说 其实呢这种养套杀的确 我们看到过去呢 在2019年啊 在2020年当然越受到疫情 一下 2019年台湾消中国的凤梨 产量达到高峰 高达将近五万吨 那你还想想看 那这之前凤梨的 从种植到采收要18个月 换成是两年你才能收一次 所以2019年达到高峰 表示什么 他在2017年之前 就开始在台湾 有大量的农民 透过中国代理的贸易商 来跟你收购 所以呢这一次减少对台湾的 水果的销售的购买 有人说 搞不好也是说 他现在开始各方面要节制支出啊 这个达宗领充胖子啊 大家以为他还很多美金哦 其实很难讲啊 所以到底中国的财政如何 本来就不想买了 因为要省钱 还顺便到达你一把说 你就是不好 你就是没水准没合格 然后呢还找个人来消遣 你要说啊 你们台湾真笨 我们很多武器 那么多水果 就集中外销市场 都集中我中国 我随便挑几个杀着你 那个这个手足无措 还跟他们说风凉话 所以呢终究 我们还是要想清楚 有一个储兵这个买国家 你要注意啦 他给你做很多的销售量 给你养套杀 小心 真的做生意 还是要跟信用 啃持可靠的人 尤其是中国的贸易 绝对不是自由化 中国的贸易是听什么 听党的一句话